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女人的天性 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一直美美的 虽然逝去的时光无法挽回 但被岁月洗礼过的容颜 可以经过我们的精心养护 让它重新的焕发光彩 只要选择方法 内部的调理加上外部的保养 肌肤的改善必然会显而易见 那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那我们张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 其实我们肌肤的护理是一个很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做好外部保养的同时 内部的调理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在三月的时候我们上市了一款新品 爱多美胶原蛋白胎银品这款产品 我们在使用之后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胶原蛋白 我相信手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很多老师 都已经体验过这款产品了 那么张辉老师 你自己在喝这款产品的时候感觉如何呢 我太喜欢这款产品了 真的是我现在的大爱 我平时就是很注重我们肌肤的保养 比如艾什洛特的真言系列 水润保湿面膜 我们的每日面膜 都是我每天都会使用的产品 那这个对于肌肤呢是一个外部的养护 那现在我们又上市了胶原蛋白 真的是更加的全面 真正让我们女性做到了内外兼修 而且呢这款产品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包里经常会多放几只 见了好朋友随时可以分享给他们 好张老师说的没错 一听啊你就知道 你有了解到我们爱多美公司 韩国总部今年提出的一个四字成语 两者和二 那么其实不管是外部肌肤水润的保养 以及我们身体内部补充胶原蛋白 来打造肌肤的一个养护 这两者一样都不能少 那么我们知道一提到胶原蛋白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时常会听到一个人少女感十足 可以说她脸上充满了满满的胶原蛋白 那可以说胶原蛋白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了年轻貌美的一个名词了 古书上说呢 肤沃凝脂 吹痰可破 那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 可是生活中的确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使我们的肌肤胶原蛋白呢 很大的去流失 自然衰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没错 我们的胶原蛋白在人体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 保持紧致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保持年轻的一个面容 但是在人体当中的一个胶原蛋白 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会慢慢流失的 那而且女性的胶原蛋白 它的一个流失速度是比男性要快的 那么女性在25岁开始 其实就是人体胶原蛋白大量流失的一个开始 进入到40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当中胶原蛋白的含量 已经不及18岁时 我们人体当中胶原蛋白含量的一半了 到了50岁的时候 胶原蛋白的流失速度会减慢 到了60岁以后啊 人体皮肤当中富含胶原蛋白的真皮膏 它的厚度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少了 那么70岁的时候 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60岁的人 它的一个肌肤是失去了弹性 有了很多的一个皱纹 所以说岁月是把刀 它在我们的脸上落下了一个深深的痕迹 是啊 真的是特可怕了 作为我们女人真的是太辛苦了 因为女性比男性衰老的更要快一些 而且呢一些只有女性才存在的特殊原因呢 也会导致胶原蛋白加速的流失 比如我们的生理期啊 生育啊等等等等 那这些事情呢会消耗女性身体中大量的胶原蛋白 但是这些事情呢又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也是我们非常难受到的 对的确是 那除了自然的衰老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人体当中 胶原蛋白流失的一个加速 比如说日晒 日晒 紫外线对于人体皮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导致我们人体皮肤老化的原因 有80%都是由于紫外线引起的 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可以破坏皮肤真皮层当中的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 紫外线的照射会加速我们胶原蛋白的流失 让肌肤显得更加的一个老化 那么另外还有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抱也抱食啊 我们的熬夜通宵啊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也会给我们的肌肤和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个负担 那么在30岁之后 我们自身本身生成胶原蛋白的能力就已经慢慢下降了 如果你还不能及时的去补充胶原蛋白的话 那么衰老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注重胶原蛋白的补充 对啊 爱多美公司现在上市的爱多美胶原蛋白钛产品 真的是太及时了 给我们消费者 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带来了福音 我们在体验的时候呢 大家都非常的爱喝 感觉随时随地从包里拿出来呢 都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特别的方便 那的确啊 我们胶原蛋白钛产品 真是满满的一个少女杂米 它是粉色的一个小瓶包装 便于携带 让我们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你从包包里拿出来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 让我们的肌肤从内而外富有生机和活力 那在我们的爱多美胶原蛋白钛饮品当中 选用了易吸收的榆林胶原蛋白钛作为原料 它是百分之百从榆林当中萃取的 与我们的皮肤细胞结构相同的胶原蛋白钛 所以吸收率非常地高 那同时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还含有弹性蛋白 透明脂酸 以及神经鲜胺 弹性蛋白是我们肌肤健康 柔韧所不可缺少的蛋白质 在胶原蛋白 与它相结合成为 立体网状 赋予组织弹性 以及抗张的能力 那胶原纤维以及弹性纤维的结合 是让我们的皮肤弹性增加5到30倍 那么透明脂酸呢 则是对于我们皮肤具有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它具有补水的能力 而且对于皮肤具有修复和饱水的作用 使得我们的皮肤不会显得过于的干燥 可以在我们的角质层当中 形成一层富有水分的活膜 那同时向油内向外输送水分 能够起到保湿的一个作用 那神经鲜安呢 则是我们细胞间机制的主要成分 在保持角质层水分的平衡的当中 起到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与水分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 可以维持角质层当中的水分 那我们看到这些成分和胶原蛋白加在一起 可以由内而外打造我们健康的好基础 相互作用打造富有活力和张力的一个皮肤状态 由内而外呢 根本上的补充脚胺蛋白 打造美丽健康的皮肤状态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 特别想早早的感受我们这款产品 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补充脚胺蛋白呢 请天边老师帮大家讲解一下 那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啊 不仅面部的皮肤干燥 全身的肌肤干燥的话 都可以来补充 那还有一些经常在户外的人群 还需要隔离紫外线的人群 那么还有是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洗脸之后 感到皮肤出现紧绷干燥的这种情况 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产品 保持皮肤的一个水润 听完了真的感觉 很多人都需要我们这款产品 补充脚胺蛋白 那边边老师 我们在补充脚胺蛋白的时候 需要重一些什么呢 好的我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提醒大家 我们的产品是食品 是不能宣称保健功能的 肌肤的护理是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使用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补充的同时 肌肤外部的护理 防晒的这个防护 也是要做到位的 切不可急功近利 夸大宣传 再有另外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婴幼儿 儿童 孕妇 孕妇期的妇女 还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 比如说对于牛奶 桃粉 有过敏的人群 对 在使用的时候 也要谨慎地去使用了 那另外还有是说 我们的产品因为保存的状态 以及原料的成分 有些许的沉淀物 或者色泽上的变化 其实并非产品异常 可以放心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刚刚也说了 身体上要补充胶原蛋白 是内部的调理 那么肌肤外部的保养 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针对于我们的肌肤的话 老师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还可以搭配我们 爱多美的保湿三变套 对 这款产品真的是我的大爱 它是源自自然的这种补水能力 为我们的肌肤 带来水样清新的一个感觉 它其中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 可以有助于保护肌肤的一个舒缓 起到补水保湿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每天做好 每日的一个护肤 那另外还有现在 春天换季 我们每天皮肤会感到 非常的一个干燥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 自己不同的肌肤烦恼 来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 每日面膜 也就是让我们不管什么时候 都让我们的肌肤保持 满满的一个精神状态 再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接触到阳光的照射 那么阳光当中 长波紫外线是令我们皮肤 晒飞的主要的原因 它能够使得皮肤当中 结合水的透明脂酸含量减少 让我们的皮肤干燥 加速黑色素的一个沉积力 产生色巴色块等等 然后加速一个皮肤的一个衰老 所以在防护防晒的产品 我们一定要背起来了 是的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介绍 我们可以发现长期的护肤这件事 已经是我们女人一辈子 需要一直精神下去的一个事业了 太好了 冰冰老师 的确如您所说的 护肤呢是一个长期 并且是一个需要一直坚持的事情 很幸运的是 我遇到了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提高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品质 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也希望手机前 电脑屏幕前的伙伴 也能跟我一样更多的来体验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那我们也感谢张伟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云课堂 作为爱多美 我们也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大众精品 来提高我们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愿美好的生活里面 有你有我有爱多美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云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